如果我不嫁富二代的话 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容貌 我的身材都会 还有我的社交的礼仪 还有我美好的品德 美好的性格 还有我的就甚至是灵魂 都会被毁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 只有嫁到富二代 你这些东西才不会被毁 对